一天,顺治皇帝心情大好,到郊外打猎 走着走着,眼前突然一个和尚闯进御驾 御坚士卫大惊,拔出佩道,刚要将这个小和尚拿下 顺治见状,赶忙拦住 小和尚倒也不胆怯,只是将手里的话慢慢摊在了顺治的眼前 顺治低头仔细的端详,一下就愣住了 这画中的人怎么没有眉毛呢 于是让侍卫取了笔墨为画上的人画上了眉毛 这时的小和尚早已是泪流满面,跪在地上大喊了一声 师父啊,我可找到你了 这大清朝的皇帝怎么就成了一个出家人的师父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桩轻功一案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本名福林,是皇太极的第九子 母亲是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太后 根据正式青史稿记载,孝庄怀孕时呢 宫女和太监们呢,经常看见一团红色光笼罩着她 不仅如此呢,红光犹如龙形,盘身在孝庄的周围 林陕前一天晚上,孝庄蒙到了一位神人抱着一个男婴放入自己的怀中 并说道,自统一天下之主意 哇,神仙亲自送过来的,你想这孩子的福分那还了得呀 孝庄醒来之后呢,自然高兴的和不拢嘴 赶紧把这个梦呢,告诉给了皇太极 皇太极一听啊,龙颜大悦 又如此奇特的祥照啊 看来这孩子将来必会建立大业 神人送来的男婴在娘肚子里啊,就待了一天 第二天就急着出来 出生时,皇宫内是一片红光 伴随着镇镇浓郁的芳香 笼罩在宫中是久久不散 皇太极一抱起刚出生的小皇子 左看右看,喜爱得不得了 小皇子的面相是非同寻常 头顶中间有一颗头发高高怂起 亲事稿中呢,对这位小皇子赞不绝口 说有龙凤之姿,神志宛如天寿 于是呢,皇太极就给小皇子取名为弗林 弗林打小继位年姐六七岁 改年号为顺治 所以啊,又称之为顺治帝 当时蒙古使者进京朝拜,就和小皇帝登基 由于呢,不熟悉皇宫的礼节 在军前是师太师宜 小福林坐在龙椅上远远的看见了这一幕 语气如大人般安慰使者 勿制者不为罪,而等勿要惶恐扰心 你们长途跋涉,前来朝贺 这份心意啊,振心灵了 这话一出啊,在场的大臣们大为震惊 都觉得这个小皇帝实在不一般 我们下面呢,插播一条工商信息 几个月前轰动一时的谷歌被索赔 50亿美元案件呢,进入了和解阶段 这起集体诉讼案 主要指控谷歌在Chrome浏览器 无痕模式下搜集用户网络隐私 打开无痕模式上网就真的隐身了吗 如果仔细阅读无痕模式说明后啊 你可能也会参入这次集体诉讼了 实际上啊,任何网络上的活动呢 都会留下记录的 即使使用了无痕模式 或者其他浏览器中类似的私人模式 网络供应商,WiFi的所有者 包括您的老板,学校都可以看到 并可以存取您的浏览记录的 怎样让自己的网络隐私得到真正的保护呢 本期节目赞助商ExpressVPN 可以轻松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 它可以百分百加密您的网络流量 并且呢,把流量重新导向安全的服务器上 任何第三方都无法窥探您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 ExpressVPN操作呢,很简单 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完成加密了 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电视 甚至家里的路由器都可以装上ExpressVPN 订阅一个账户可以保护八台设备 想适合保护上网隐私和安全的朋友们呢 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 slash cultural history 您还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的免费服务 还有30天的退款保障 感谢ExpressVPN对本期节目的赞助 好,我们回到节目中来 顺智神智天兽妥妥的学霸一枚 不论学什么都是学业非尽 他从小最新于骑射儒家经典 可谓是文武全才 除此之外,还从小风水、向地术 对书法、绘画等艺术也都门清 据校庭杂录记载 14岁的顺智皇帝率领大臣前往尊化狩猎 登上凤台山时 顺志一眼便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 说道,这座山亡起昌盛 将来可做镇的灵寝 大清朝就在顺地看中的风水宝地之上 修建了五座帝王灵寝 这就是著名的钦东陵 1976年,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唐山境内的房卧几乎被意味了平地 而同样位于镇中央的青东陵 却没有丝毫的损毁 不得不说,这块风水宝地 还真的犹如神户相当的奇特 当然,这都是后话 大明灭亡有一个重要的弊柄 那就是宦官之祸 明朝皇帝身边的太典是 善权专政残害忠良 为了防范宦官祸乱 顺治给大清子孙立下了一条规矩 不准宫内太监窃权纳慧干涉国政 他将条文筑在了铁牌上 还立在了大清的13个衙门 还立下了一道照例 特立铁券,子孙勇守 所以大清直到灭亡了 也没出现犹如汉唐明末时期的宦官之乱 可以说,在防范宦官之乱上 顺治也是功不可没的 顺治喜欢汉文化 读起儒家经典更是爱不释手 曾经读书读到吐血 还可以熟练的用汉语批语奏章 评定考卷 为了满足自己读书的喜好 顺治在宫里还建了一座福斋 简单的说 福斋就是顺治的私人图书馆间会合室 里面摆放着几十个书架 摆满了金石子集传奇小说等等 书斋中间有一个长长的桌机 上面摆放着古董瓷器印章画册 桌机下则摆放一百多盆各式的花卉 散发出阵阵的优香 御朝之后顺治脱下龙袍 跑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改穿草鞋博山 一副汉人名式的打扮 在这儿接见新科晋士 皇上刺习招呼晋士们席地而坐 君臣谈论民生民情时下流行的话题 虽然是在皇家公园 此事犹如朋友般谈鼓论金 不宜乐乎 有一天顺治 加尼内阁正好碰到大学士圣祭司 于是随口便叫住他 听见皇上开口叫了自己的名字 大学士吓得是立马战战兢兢 本以为是什么掉脑袋的事 没想到顺治迎视了他片刻 命人取了笔墨现场作画写生 你还别说 这顺治画之在线 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学士的肖像 勾勒得是栩栩如生十分的逼真 顺治擅长画画 通常寥寥数笔 就可以将山水人物画得是唯妙唯孝 不信呢 大家来看看这幅顺治的传世民画 《中奎图》 是不是行神兼具呢 顺便说一句 清朝的指画先河就是顺治开创的 顺治十四岁亲政便以仁德治理天下 顺治时期最终是平定了云南 萧出南明 大清完成了一统的大义 有这么一位来历不凡的人 做大清的皇帝也算是万民之福了 可自从遇到了董厄飞之后 这满身的财学似乎齐刷刷的全都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现今的清宫剧 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 以及宫廷内斗的剧情需要 把这董厄飞刻画成了个兽气包 把孝庄皇后刻画成了极其厌恶董厄飞之人 那么真实的董厄飞又是怎样的呢 顺治十三年 大臣恶术之女董厄氏被选入宫 刚进宫没多久就被封为贤飞 不到一个月就被册封为皇贵飞 这火箭般的进生速度 在中国史上都非常的罕见 更特别的是 在董厄飞入宫的同一年 顺治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大典 为此还大赦天下 册封一个贵妃搞这么大的动静 这简直就是皇后般的待遇 这也逐渐顺治对她的宠爱了 董厄飞虽然没有皇后之位 却有同管后宫的大权 所以后人说 要不是当时还有个孝慧张皇后在 搞不好顺治皇帝会直接册封 董厄氏为皇后呢 董厄飞天性善良 待人宽厚 侍奉孝庄妻太后 细心谨慎 照顾得很周到 每当顺治忙于政务 分身乏术时呢 董厄飞便时刻陪在太后身边 尽心侍奉 所以孝庄太后深感安慰 说董厄飞对她的照顾 比皇帝还要殷勤用心的 有时董厄飞见到皇上 浏览奏折目不暇接 便提醒她要仔细审视 以免出现疏漏 当顺治让她一起 批语奏折 她要连忙败谢 以后宫不干账来推脱 对于那些等待秋决的囚犯 董厄飞也挂念在心 经常劝顺治 断案要慎重恭允 毕竟是条人命 一旦处决了 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董厄飞天资聪颖 没耳贤惠 无论在汉学 书法 甚至在佛学上 都和顺治有共同的语言 在她细心的维持之下 皇太后 皇上和整个后宫 上下有序 和乐一片 只可惜是好景不长 董厄飞陪伴了顺治 四年之后 便撒手人寰 香消玉云 她这一撒手 顺治也无心留恋 这万里江山 董厄飞去世一年之后 《观修正史》记载 顺治也不其后尘 因病驾崩 十年只有二十四岁 可是根据民间文献来看 顺治生平 还有另一个版本 那就是出家伪僧 有人评价顺治是 爱美人不爱江山 将他的出家 归咎为董厄飞的离世 实际上 董厄飞之死 只是一个引子 引出了顺治 内心深处的佛缘 据《青史外记》记载 顺治小时候 写过一幅对联 大义是说 过去的事我都经历过 未来的事也不过如此 人生在世索然无畏 既然已经参透这个道理 为何还要留恋世俗呢 可见小皇帝的心境 寡淡少欲 从小就寻求空灵静几 顺治继位以来 多次会见高僧 与他们探讨佛法 顺治曾请 鲍温寺主持 玉林秀为自己起了个法名 行吃好吃道尔 顺治16年 宁波天同寺的主持 牧尘道民被招入宫中 顺治尊称他为老和尚 两个人一起是学佛论禅 切磋诗词书画 相伴了八个月 牧尘道民离京前 顺治还亲笔写了两个字 敬佛赠予他 如今敬佛二字呢 保留在西苑 万善殿 万安山 法海寺 宁波天同寺等处 史书记载 顺治帝曾在两个月内 38次到高僧馆设内 谈论佛经 多次蒙发出家之意 而董克菲之死 更让顺治深刻体会到 事实无常 就连最宠爱之人 他也留不住 爱妃死后的一天 顺着皇帝坐在偏殿 偶然看见 飘落的梧桐叶 顿时触景生情 对左右侍神说 人生在世 不过几十个寒来熟往 人人追名逐利 何时才到尽头 朕虽然贵为天子 开国后继承家业 如今已有18年了 长子下去 何时才能满足心意呢 朕觉得 世事犹如天上的浮云 转眼其顾 事后追忆 那味道如同脚蜡一般 不如真修悟道 何况朕年幼时 就出家修佛的志向 如今宝经无常世事 依然看破清亡 如果不再此时解脱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话音刚落 顺治下旨 立即召见 俯成大臣 让他们辅佐幼主 也就是年幼的康熙 大臣们是苦苦相劝 然而顺治去意已决 按照顺治离去的背影 寿命御前侍卫 放心不下 一路随行 可是呢 还没走到五台山的地界 顺治就勒励他们回去了 所以当时的百姓 几乎都相信 顺治和大臣们商定 对外甲城甲崩 实际上是出家为僧 顺治到五台山出家的消息 也一直在民间 传得是沸沸扬扬 后来 康熙大帝六次西巡 五次经过五台山 据说 就是为了探望出家的父皇 学界推测 这种可能性很大 顺治是一位很有复原的皇帝 关于他出家的志向 在他写的赞僧诗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从最后一句诗文来看 顺治很可能放下了一切 参禅求法去了 虽然说佛性人人都有 但是让他设起龙衣宝座 整个大清的万里江山也非意识 那这其中也有哪些个缘由呢 在清拜立朝中记载了这么一点事 说的是在明朝末年有这么一位老僧 在峨眉山修炼 中年打坐入定 不吃不喝 只有身边跟着的一个小徒弟 时不时的下山花园 买些古米养活自己 就这样一晃呢 老僧已经打坐入定了十多年 这一天突然睁开双眼 对徒弟说 我要走了 你好好待在这儿 不要下山 小和尚一听 师父要圆寂 难过的拽着师父的衣服 大哭起来 老僧擦了擦了 徒儿脸上的眼泪安慰道 徒儿啊 不要悲伤 你我师徒 还有日后相见的一天 说着呢 老僧取出一幅画 上面画着他的肖像 奇怪的是啊 画上的老僧面貌五官齐全 就是没有眉毛 老僧叮嘱小和尚仔细收好 待我走后的十二年之后 你就可以下山找我 逢人 你就拿画给他看 如果有人能帮你在这画上面 画出眉毛 不用问 那个人就是我 画音刚落 老僧就地作画了 打着之后啊 小和尚倒也恪守师父的话 整整过了十二年 这才收拾收拾行囊 下山寻找师父 此时山下已然是改朝换代 清兵入关 顺治登基 做了皇帝 小和尚下山之后 十多年间 四处云游 逢人就拿出手中的画像 寻觅师父的下落 就这样一路 画源来到了北京城 这一天呢 恰逢顺之地到郊外打猎 小和尚哪知呢 是皇家出行啊 拿着画闯进了御驾 于是就出现了开篇的那一幕 当气不成声的小和尚 跪在地上大喊一声 师父啊 徒儿可找到你了 众人啊 面面相去 眼前这可是大清的皇帝 怎么就成了你一个 出家人的师父了呢 小和尚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来 把整件事情的原委 和自己师父元祭前的叮嘱 是原原本本的给众人讲了一遍 顺治皇帝 这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自己的前世 是峨眉山的老僧啊 故事呢 终究是故事 不知道各位觉得 这位有福源的顺治皇帝 究竟是因天花而驾崩 还是再续服务员出家为僧了呢 欢迎您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答案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桩轻功遗亚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